主人还没开始冲动 直到主人在猫咪身边看不到草稿 刚开始他觉得是同事不小心掉落 或是每个人倒了热血 可自从那天以后 主人每天来公司都会看见 博物出现 而且树梁一直在增加 看见每天危机的草稿 主人顿实现了真实 能够成这些现实应不可解释 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 主人特意在公司门口安装了检议 请问他不知道一看下一条 原来最可不少竟然是自己营养的情报 通过监控主人发现被字 不是他想法 看看 不是 彼得来 然后我们俩 这框眼都 起炸门了 上红黄 马上 你看 下观 Sque relationship right threat systems baby me 我 他竟然没有停下而是继续拿出现金和他玩耍 甚至有人拿出手机进行拍照楼面 当时这里有一只会抢钱的小帽号 越来越多的人拿着现金钱来逗猫 也不知道知道了是人在逗猫还是猫在逗人 由于公司门口每天都会出现一堆钞票 主人无奈只好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 请勿用现金逗猫 他会在无意间将你的钱通 原本主人是想通过告示 福祉大家用钱逗猫的行为 渴望了没想到你提案件警示会得更加好 大家都想瞧瞧这个小帽事如何 自从贴了告示后来同胞的人 公司门口收到现金设计率之前翻译